大家早上好 今天接着给大家分享 前年我老公剪掉大肚男的三餐食谱 他的体重由134.8 降到了125.7斤 大肚男明显见晓 同时跟我减肥打卡的姐妹们 也纷纷传来了好消息 有的都瘦了20多斤 我跟着甜心妈妈 轻松剪了20多斤 甜心爸妈早上好 减肥打卡 我也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从120斤剪到100斤 吃了10年的假药 最近发现不用吃药学也不高了 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还有做好事 太感谢甜心妈了 还有这位朋友说 谢谢甜心妈 跟你一年了 从今年10月份开始 基本跟你的食谱走 配合养奶 我从138斤 掉到现在114斤 我是瘦乙人 至今才写第一篇评论 实在抱歉 谢谢你甜心妈 四瓶跟餐就可以瘦 减肥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情啊 所以新妈在这里撑腰 想减肥的姐妹 加入我的减肥大军吧 我每天会在这里 给大家分享 减脂三餐 来吧 上我们今天的三餐 打卡 老公的早餐来了 主食是一个欧包 蛋白质是水煮鸡蛋 扇丝纤维是两个油桃 再加上圣女果 液体蛋白喝的是豆浆 两克的咖啡 五克的菊粉 提高代谢润肠通便的 每天早晨的必休克 中午我们吃优面 男同学120克 女同学50克 我们用开水烫一下 下筹油成光滑的面团 这个面啊 特散了 包饺子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呢 我们给它搓成长条 油面鱼特别的好吃 姐妹们可以尝试一下 这样切成小段 然后放在手心里 搓成这样 这属于山西特色美食 还有一道程序呢 把面匀放在盖点上 这样一卷 里面是空心的 外面是小贝壳 既漂亮又好吃 一卷就一个 眼睛是懒汗 手是好汗 老公的水平还是不错的 水开上锅蒸六分钟 香气飘满雾 准备的配菜 有一块胡萝卜 青椒 还有剩鱼果 还有一袋雪鱼丸子 胡萝卑在我们减脂器 它是属于主食 只能当做配菜 少切一点点 把胡萝卜切成丝 青椒也切一起 剩鱼果一分为二 锅里倒油 葱花呛锅 胡萝卜也要炒一炒 剩鱼果 清水 雪鱼丸子下里 放点松松鲜 什么都不用放了 水开下入油面鱼 好美味呀 然后呢青椒下里 吃我们自己的量 就可以了 太幸福了 一碗油面鱼 少油少盐 清蒸雪鱼 凉拌黄瓜 主食蛋白质 曬色纤维 都有了 晚餐 两块猪骨头 中午剩的苦瓜 明天见亲爱的粉丝朋友们